距离圣花夺冠已经过去了很多天 圣花全队将在一个月后重新集结 而我现在所在的圣花康乔训练基地一片寂静 和那一晚的喧嚣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但是关于那一晚的所有的故事 其实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加油啊 加油啊 我们一次机会 这个是一次机会 为我们的家庭 为我们的家庭 为我们的孩子 去战斗 经验不容易 我们每次低着头回到家里 谁在支持我们 他们支持我们 他们一直支持着我们 给他们带来十月今天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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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2月4日 当时球队是第一次选择了提前两天 入住酒店进行封闭 那一天结束球队的训练之后 当球队的大巴从这里缓缓使出的时候 所有人关于决赛的感觉瞬间被点燃了 而在备战的最后几天当中啊 球队上下都是避免外界的一切干扰 其中也包括在社交网站上保持沉默 而是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比赛本身上 但是呢 在这其中 队长莫雷诺无疑是最不沉默 也是最为忙碌的一个人 实际上就在此期间和球队完成续约的莫雷诺 一开始是拒绝了俱乐部安排的 在赛前由他亲口宣布续约消息的请求的 他认为如果他先抢了风头 如果人们在赛前先庆祝了另外一件事 那么这对于决赛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兆头 但最终他还是妥协了 而到场的所有生花球迷也是收获了 队长续约和球队夺冠的双重喜悦 而莫雷诺对于这场比赛的准备可谓是仪式感满满 重复着很多和两年前的决赛时一样的准备 比如他叫上了远在哥伦比亚的父母和弟弟 再加上他的妻子和一双儿女 全家出动来到虹口现场观看这场决赛 又比如在赛前第二天入住的酒店里 他叫上了同一个发型师 为他设计了一个并不算全新的发型 因为这个发型就和两年前的决赛时几乎一模一样 又比如当他踏进球场的那一刻 他再次向上天进行了祷告 上一次在八万人他说 如果生花能够夺冠 我就将奖金全部捐献出去 这一次在虹口他同样再次祷告 如果生花能够再度夺冠 那么我就跪着走完全场 终于上天是连续两次都听见了他的声音 成全了他的梦想 这个梦想也是他在这座城市 这支球队的最大梦想了 而在决赛第二回合 联手打入三力进球 彻底杀死比赛悬念的金星宇 沙拉维以及钱姐给 也是通过日日夜夜的家恋才造就了最后一场的状态 其中也有很多的故事并没有被外界所披露 巧合的是沙拉维的母亲和父亲 他们的生日分别是12月5日和12月6日 也就是决赛前一天和决赛当天 显然这给予了沙拉维足够的动力去备战这场比赛 同时曾经和沙拉维在罗马俱乐部共事多年的私人理疗师 也是半起左右帮助他进行状态的提升和保持 而钱姐给同样是邀请了一名来自马赛的理疗师 通过一天又一天健身房以及训练场两点一线的日子 来保持自己的状态 在赛后有人问起钱姐给 那力天万非先的进球究竟是怎么打进的 尽管他嘴上说着我自己也不清楚 但是显然这就是对于他勤勉付出的最好回报了 尽管多少带着一点运气的成分 如果现在你要问起我在生花整个夺冠的过程当中 印象最深的时刻 其实我瞬间回想起的却是在12月1日 联赛最后一轮的天和体育场 当生花以双线五连败结束这个赛季 并且成为了恒大中超八贯王伟业的背景板石 彭心立和蒋胜龙对着我们的镜头一脸坚定的说 希望我们在6号的主场能打出我们自己的东西 能打出自己的气势 然后拿到冠军 希望过几天我们能到我们的时刻 在当时并没有太多人敢给予同样坚定的认同 反而这样的说辞也引发了很多的嘲笑 包括来自对手的 包括自家球迷的 但是现在我明白了 被嘲笑的梦想才更有实现的价值 难道不是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